南海仲裁在天变数 托字绝获给中方带来转机 海外国际仲裁法庭近日第三次 收到由民间团体所提出的 法庭之友意见书 关于菲律宾所提出的南海仲裁爱宣判 还有可能再度推迟 有消息称 意见书由香港一个非牟利的 国际法研究团体所递交 参与联署的包括香港著名的 资深大律师冯华健 和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名 法律学者和国际法专家 他们引用多个国际案例 从仲裁庭管辖权和事件可塑性 两个方面 全面质疑菲律宾单方面提出仲裁 以及仲裁庭受理的法理基础 这些法律专家认为 菲律宾质疑中国的南海九段线 属于领土主权争议和化解问题 依照海洋法公约 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其次 中国在相关岛礁的行为活动 属于主权之下的防卫活动 菲律宾无权提出仲裁 另外 大量西方文献也支持 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利 法庭之友是一种英美法系的特殊司法诉讼习惯 作为非诉讼当事人的一方 任何组织或个人均可以出自自愿 或应邀提供相关法律文书 以协助诉讼的戒行或帮助了解争议 而根据规定 仲裁庭必须考虑 法庭只有一件数的法律观点和例句 才能做出裁决 而在早前 台湾也曾向法庭递交了仲裁案中 有关太平岛誓岛不是交的立场书 致使非方在4月22日做出回应 这段过程让本应在5月末出炉的判决结果 要延迟到6月或7月才会揭晓 接连的托子觉得稀扰 若真能判到对华态度温和的 菲律宾新总统6月底正式上任的话 有无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 从而撤回仲裁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面对山羽欲来风满楼的南海态势 除了法律层面的意外收获 中方在外交手段的主动出击也必不可少 中国东盟国家外长特别会议 近日在云南举行 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对于会议成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 这次外长会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 而近期也有60多个国家 支持中国的南海政策 陆康也表示 这远远多过七八个国家 就足以说明问题 朋友圈一扩再扩 中方的外交声浪能否站稳与舆脚跟 仲裁案一一拖再拖 中国能否迎来判决结果的柳暗化明 周边局势一变再变 南海的幕后玩家又会有多大程度 影响博弈走向 南海棋局既需斗智斗勇 也要静观其变